暑假 我同学张超竟把外地女友带进了寝室 还说不会妨碍到我 我信他个鬼 果不其然我心里那个火大 你俩完全把我当死人吗 就在我要发飙的时候 那女的拍了张超一下 声音有点响 似乎有点生气 然后就要下床 因为在上铺 下床的声音有点响 张超压低声音让他惊点 可那女的完全不听 很不爽地去了卫生间 我躲在被窝里好想笑 也不知道他去干啥 反正蹲了个把小时才回来 我是没睡着 可张超早就憨声四起了 那女的回来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爬上去 竟站在了我床尾 全文一更到底 一口气看见结尾 超好看的悬疑惊悚全文来了 快艾特你的朋友一起来看吧 好了 现在正文开始 我没有动 心想不能让你发现我没睡 怕你不好意思 难为情 可渐渐地 我感觉他朝我走近了两步 好像在看我 眼下正值最热的暑期 虽然寝室里开着空调 但仍旧有点燥 我也习惯性地没有全盖被子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 我才听到了爬床声 真不知道他刚才在看什么 这一晚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过去了 我想着次日一定要跟张超讲清楚 绝不能让他女朋友 再在这里过夜了 由于疫情原因 原则上暑期所有同学都必须离校 但我和张超离家太远 回一趟很不方便 就写了申请 学校才特批我们留校 这留女友过夜被校方知道 可不是开玩笑的 保不齐要受处分 可没想到次日 张超突然告诉我 他老家出事了 他爸运木头进城翻了车 得马上回老家一趟 然后想把他女人交给我 让我照看几天 听到他说这话 我都猛了 你走了 你把你女友交给我 依旧留在寝室 心不说会不会被学校查到 关键大夏天 等我们住一个寝室 你就不怕你头顶绿城一片 可张超显然是急昏头了 归心四见 买了火车票就要走 压根拦都拦不住 临走前不停地求我答应 还说那女的是瞒着家里跑出来的 身上没啥钱 我要不留她 她得露宿街头 我差点没吐血 问她这女的不会是你拐卖来的吧 张超说是网上认识的 老家贵州的 说完上了出租车就扬长而去 回到寝室 那女的坐在床头 挥着小拳头正在打张超的枕头 口中低声喊着骗子 骗子显然也是恨她就这么走了 打着打着眼泪都流下来了 抱着枕头就哭 看着她也挺惨的 我也不好再说啥 毕竟人家千里迢迢来的 没啥依靠 我要是不帮她 估计她都得饿肚子 慢慢地等她情绪稍微缓和了些 我递给她一包纸巾 然后跟她说白天最好别出去 学校茶的盐 我给她去买早点 去问她想吃啥 她说想吃米线 我呜了一声 就出了门 等我回来 她心情完全平复了 竟哼着歌帮我叠了被子 我被子底下塞了几条短裤 她竟直接拿去洗了 我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 她却说他们老家同住在一起 都是女人帮男人洗贴身衣物的 可我纳闷了 张超那一堆脏衣服呢 你咋不洗 吃完早点 我打了会游戏 她则看电影 不过她一边看 一边不时地瞅我 有时候我俩眼神还对上了 她居然也不低头 还吵我笑 我心里有点不对劲 总感觉这女人对我不怀好意 中午随便吃了点 她便睡起了午觉 我边玩手机也看了她几眼 感觉这女人长得其实不赖 关键身材不错 皮肤也嫩 我赶紧制止住念头 这毕竟是张超的女友 乱想啥 照顾几天 就赶紧催那小子回来 然后临走完事 玩了一会儿手机 我也哈欠连天 闭上眼睛 打算眯会儿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迷迷糊糊间 我好像感觉有人在推我 还很急切地叫我赶紧走走 我有些奇怪 这声音怎么像是张超的 这小子怎么那么就快回来了 我慢慢睁开眼 眼前居然真是张超 只是他满脸是血 天灵盖直接消霉了 边说话 眼睛鼻子 嘴巴不停地往脉渗黑血 我大叫一声 直接从床上蹦了起来 瞅了瞅四周 压根就没有张超的影子 在摸了摸身上的冷汗 刚才是一场噩梦 可这梦太真实了 让人心有余悸 我掏出手机 直接打了个电话给张超 电话没人接 发微信也没回 这让我心头不由一己 你怎么了 外面贵州女人裹着一条浴巾 赤着脚冲了进来 显然我那一声吓到她了 没有 做个噩梦 我深深看了她一眼 此刻的她真是凹凸有致 真不知道张超那昨样 是把她咋骗到手的 被你吓死 她冷哼了一声 转头去擦头发 对了 张超有联系过你吗 我下意识地问她 别提那混蛋 我已经把她拉黑了 我俩掰了 她对张超的恨意丝毫未减 最后四字是咬着牙说的 我摇了摇头 心说就张超昨晚那表现 就算她今天不走 我看你也看不上她了 天再一次黑了 我随便买了一份便宜的炒饭 应付她 让我大鱼大肉伺候她 我可没钱 而且等张超回来 我还得加倍找她要钱 想起张超 我摸出手机看了看 这家伙依旧没有回消息 来 陪我看电影 这电影好有意思 快过来 回到寝室 贵州女人正拿着 张超的笔记本看电影 看我进来 立马拉我过去 我被她拉到身边 她一点也不见外 竟一把挽住了我的胳膊 我本能地想往边上挪点 可她反而越贴越紧 看得特兴奋的样子 我有点猛 因为电脑里 放的是德州电剧杀人狂 此刻正放着 电剧血腥杀人的场面 这鲜血狂飙的场面 有意思 这深山里的女人 啥重口味啊 我一把推开了她 一秒钟都不想多看 没劲 胆真小 女人气鼓鼓地哼了一句 抱着腿 继续津津有味地看着 我一阵无语 就在我钻进自己小床的刹那 我看见那女人脚下 多了一张照片 照片是张超的 我见过 一直压在她席子底下 是她自以为拍得最帅的一张 可此时照片 像是被剪了一刀 天灵带以上全都没了 刹那间 我脑中立刻想起 张超那血肉模糊的样子 嘶嘶嘶嘶嘶 对面女人突然模拟出电剧的声音 随后露出半张脸 朝我鬼笑道 你说 如果用针电剧切人脑袋 会不会非常刺激 你他用有病啊 我大骂了一句 直接将枕头扔了过去 开个玩笑而已 你至于生这么大气吗 女人一负无所谓的表情 戴上耳麦 继续笑呵呵地看她的电影 我则情不自禁地紧了紧被子 只觉得后背生气 丝丝寒意 此时 寝室外黑云压顶 一个白色的塑料袋被吹得老高 我记得昨天新闻说过 今年第一号台风已经逼近 中心风力可达十四级 预计明天凌晨左右登陆 我全缩在床上 毫无目的地翻着手机 内心只想转移注意力 我胆子的确很小 张超一直没回消息 我越发担心她是不是真的出事了 而且会不会就跟这个贵州女人有关 刷着微信 我突然刷到了一个群 一个只有我们寝室四兄弟的群 出来 再的都出来 我了所有人 等了几分钟 没人反应 我忍不住坐了起来 只觉得气氛不对劲 开始挨个联系 另外两个室友 分别是李扬和董健 张超没反应我能接受 但他们两个怎么也失联了 屋外风雨越发猛烈了 且一阵一阵的 拍在阳台的玻璃一栋门上 怦怦直响 我很讨厌这种被隔绝的环境 不论是现实还是网络 我忍不住打了李扬的电话 没人接 董健的电话 也没人接 足足又过了十几分钟 仍旧毫无反应 三个人 不可能同时没了动静 要知道 平时这个点 是我们寝室最活跃的时间段 一种极度不祥的预感 萦绕心头 突然手机震动了两下 使他们回信息了 这帮混蛋 吓死你爹了 我满怀期待地赶紧打开手机 竟然是辅导员 林峰 有个事 我想来想去 还是得告诉你一声 原本我打算今晚去你寝室 但现在外面风大雨大 我也过不来 只好微信里跟你说 只是事情告诉你之前 我希望你有个心理准备 四 什么事 我有点不知所措 这件事来得很突然 你的室友李扬和董剑去世了 瞬间 我只感觉到五雷轰顶 随后整个人天旋地转 几天前 我们还在一起打去聊天 而今竟然阴阳两格了 看着旁边两张空空的床铺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林峰 你没事吧 这件事真的太突然了 谁也不想出这种意外 这刚放暑假 两条鲜活的生命就这么没了 哎 学校则成系里成立小组 打算去他们家调宴 毕竟失声一场 今晚找你还有一层意思 是想问问你 想不想一起去见他们最后一面 辅导员打来了电话 可我却只是呆呆地看着 随即他又急忙发来消息 我看着消息 木然地回忆起 和李扬和董剑相处的点点滴滴 他们人都很好 特别开朗 而且两个人都来自同一所中学 是正儿八经的老乡 当时他俩还因为普通话 平翘舍不分 外加相应难改 在普通话刻上屡屡制造笑料 一度被我和张超取消 而今辅导员我没事 你们什么时候去 一定要带上我 等台风过了吧 大概明天下午走 辅导员说完 我没再理会 只是呆呆地捧着手机 翻看着那个空荡荡的裙 茫然地翻着过去那一条条聊天记录 对了 你有没有察觉到 你是有他们最近有什么古怪 过了一会儿 辅导员突然又发来消息 我一愣 连忙到古怪 什么古怪 辅导员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 没告诉我 此刻我脑子是乱的 只觉得辅导员应该发现了什么 你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吗 怎么死的 我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 瞪着手机屏幕 他们的死法很诡异 额头以上整个天灵盖都消没了 死法出奇的一致 关键是都在各自家中 溺斃的环境中离奇死亡 他们两家都报了警 但警方也没查出什么 于是问他们在学校近几月 是否有什么古怪表现 我完全愣了 紧跟着浑身发抖 失联的张昌就是这番模样 现在李扬和董剑也被切了脑袋 下一个恐怕就是我了 我没迟疑 将所有我已知的情况 都告诉了辅导员 同时下意识地看向对面那个女人 现在对我而言 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活命才是第一位的 远离那个女人 一切的根源很可能跟她有关 赶紧离开寝室 我立马赶来接你 辅导员急了 现在连死两人你是全校震动 如果一个寝室全死光 那绝对是捅了天的大事 感受到辅导员的紧张 我抖得更厉害了 走 赶紧走 此刻脑中张超的催促声再度响起 我没在犹豫 一下床直接冲向大门 喂 外面下那么大雨 你去哪里啊 贵州女人立马叫了起来 我没理她 两三步便冲到了门口 可台风似乎提前登陆了 外面风雨一场猛烈 甚至连推开寝室大门都费劲 好容易推开了一条缝 风雨立马疯狂灌入 眨眼间便将我全身打湿 你干嘛 疯了吗 女人冲了过来 一把江门关上 两眼恶狠狠地盯着我 你你别过来 我吓得连连后退 我真是醉了 你们浙江的男的胆子怎么这么小 行了 我不看恐怖片了 给你拿毛巾去 你赶紧换件衣服吧 女人连连摇头 随后将她那条用过浴巾扔给了我 浴巾上沾染着她浓烈的体香 我擦干了身子 换了条T恤 情绪稍微缓和了些 但仍旧警惕地看着她 这个女人究竟是谁 她为什么要杀光我们 就在我眼神飘忽不定间 我瞄见了李扬床底的一包东西 瞬间我好像想通了什么 辅导员问我室友 最近有什么古怪 唯一的古怪 就是在放暑假的前一天 李扬带着大家玩了一次笔仙 她对这些鬼把戏非常着迷 当时我们都喝了酒 四个人都想找点刺激 所以在李扬的怂恿下 就玩起了笔仙 起初包括我在内 都没把这当回事 只是新鲜好玩罢了 午夜十二点 关了灯 点上蜡烛 四个人就这么玩了起来 说来也怪 大家问了很多问题 虽然都很简单 但竟全应验了 到后来也不知道是谁问了一句 你是怎么死的 那白色蜡烛突然就灭了 紧跟着 大家都觉得后背凉嗖嗖的 便没敢再玩下去 然后李扬准备送笔仙走 但蜡烛却怎么也点不着了 董剑说算了 反正是一场游戏而已 李扬说要是不送走 会有麻烦 而且还是大麻烦 张超不信邪 还说有个屁麻烦 要是有麻烦就让他来找我 然后躺在床上就呼呼大睡 李扬试了好几次 最终也放弃了 第二天就放暑假了 李扬和董剑回了家 紧跟着他们就死了 随后张超神秘兮兮兮地 带来了这个外地女友 次日他神秘失联 难道这所谓的贵州女人 就是我们没有送走的笔仙 轰轰间 一道闪电当空披下 寝室内电路跳闸 瞬间一片漆黑 外面狂风暴雨 室内一片死寂 啪哒一个打火激灼了 在火光的摇曳下 我看到了女人那张脸 惨白恐怖 此刻我完全绷不住了 狂叫着往外跑 在外面哪怕被风刮跑 我也不想再在寝室里待了 终于如同被撼住的大门被推开了 我前脚刚踏出一步 一只冰冷的手一把抓住了我 不顾一切冲了出去 狂风肆虐之下 我几乎无法直立 但我要活命 我扶着墙 扶着窗户的铁栏杆 扶着阳台 一步步往前挪 倾盆暴雨之下 我几乎看不清前面的路 但我很清楚 后面那女人正在追来 我不敢看 不敢回头 我害怕一回头 会看到一张猙獰恐怖的鬼脸 到那时我会直接摊倒 无力再往前挪一半寸 可就在此时 耳边只听见哐当一声 阳台一盆吊篮被大风吹落 竟不偏不已 砸在了我右脚脚踝 突如其来的骨肉撕裂感 让我的右脚根本无法着地 速度请客间慢了下来 背后那女人几乎近在咫尺 手似乎都要抓到 我后背的T恤了 我感觉我要完蛋了 快进来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旁边一扇侧门 猛地伸出一只手 将我一把拽了进去 随着侧门顺势合上 我仿佛又回到了人间 姐 原来是你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刚刚出现的 竟是学姐徐欣 徐欣是在我大学里 最谈得来的知心姐姐 她人非常好 很喜欢帮助人 这一年 我受她帮助的地方太多了 甚至一度我都把她 当成自己的亲姐姐 别说话 徐欣一把捂住了我的嘴 外面一个身影 慢慢移动到了门口 就是那个女人 不 应该是那个女鬼 我一息听到 她嘴里在狂喊我的名字 在呼啸风声的衬托下 显得格外的阴森刻步 突然她在门口停住了 透过门缝 我感觉她正瞪大双眼 往里瞧 此刻不仅是我 连徐欣都紧张地 死死捏住了我的胳膊 她似乎也知道 门外那人 有点不对劲 我顾不上诧异 只是担心那扇门 根本挡不住那女人 兴许她猛地一推 就能破门而入 然后我的脑袋 将被活活切成两半 我不敢往下想 只感觉整个后背 都被冷汗 雨水浸透了 狂跳的心脏 仿佛要从嗓子眼里 蹦出来了 而此时 徐欣静出奇地镇定 她两眼死死盯着大门 没有丝毫畏惧 同时将我整个人 护在了身后 曾经好几次 她就是这样护着我 她还说 她曾经有一个弟弟 长得跟我很像 可惜她没保护好 最终死于非命 她每次说到 这事都会泪流满面 但在别人面前 她从来不说 每次我都会帮她擦眼泪 还说 以后把我当成 你的亲弟弟 现在你护着我 将来我一定会护着你 徐欣每次听到这话 都会开心地笑 然后情不自禁地抱我 用她家乡的话 不停地喊着 弟弟 弟弟 此刻看到她如此 我的心瞬间安了不少 仿佛只要有她 挡在前面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果不其然 外面的女人 最终也没有进来 她仿佛被徐欣的气势 吓退了一般 一转身静下楼 终于安全了 我重重地喘了口气 死里逃生 让我整个人都快虚脱了 姐 走了 你可以松开我了 我看着徐欣 整个人还绷紧着 盲轻声道 但徐欣像是没听到是的 手仍旧死捏着我的胳膊 而且还越捏越重 姐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 仔细看去 只感觉徐欣的表情 有些怪异 她的眼球很凸 像重度甲状腺肿大似的 而且越来越凸 仿佛眼球都要爆出眼眶 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 她的耳朵 鼻子 嘴巴 眼睛开始慢慢淌血 刹那间我完全愣住了 出于求生的本能 我使劲猛地往后一退 终于摆脱了徐欣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看着此刻将若死尸的徐欣 我一退再退 突然手不经意间 摸到了什么黏糊的东西 抬手一看 竟是一手浓血 而且上面还有一层油腻腻 白乎乎的粘液 是脑浆掺杂着人血 我完全傻眼了 就在离我不足半米的墙角下 赫然躺着一具天灵盖 被削掉的死尸 是失联已久的张超 弟弟 你喊我啊 突然徐欣开口了 随后她整个头 如同机器一般慢慢向后转 而整个身躯 却仍旧一动未动 此刻 我的喉咙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巨手 死死 捏住了一般 半个字都说不出来 就这样呆呆地看着 脑袋几乎转了180度的徐欣 就这样慢慢朝我爬来 那模样要有多惊悚 就有多惊悚 徐欣才是鬼 我最亲的学姐 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她现在竟要杀我 这是为什么 我眼泪水狂飙 不知道是恐惧还是心碎 但此刻的徐欣没有丝毫怜 甚至没有半点人性 她的表情开始慢慢变得猙獰 脸皮逐渐腐烂 如同一句枯搞的干尸 弟弟 就差你一个了 你也下来陪姐姐吧 徐欣英笑着说完 那锋利的鬼爪 猛地扎向我的天灵带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突然大门被猛地一下撞开 一个浑身湿透的女人 突然闯了进来 她的表情恐惧 但眼神充满坚毅 走 她一把拽起我 猛地将我拉了出去 力气大的出奇 很快 她拖拽着我 拐进了楼梯 然后疯狂往下跑 背后 徐欣英森的声音 不停地扎入我的耳朵 似乎物理世界的一切 都无法阻挡她 弟弟 你跑不了的 弟弟 你下来陪姐姐啊 我捂着耳朵 不停地摇头 我不想听 但声音仿佛就在耳边 更恐怖的是 不管我们怎么拼命地狂逃 徐欣的身影 总能一闪而至 就像我俩以前 在阶梯教室玩追逐游戏 我跑得再远 她总能在背后一把抓住我 眼看着即将跑出寝室楼 可就在楼道口 铁栅栏的位置 我俩被一股无形的东西绊倒 随后狠狠摔了出去 我感觉骨头架子都要散了 可那女人伤得比我还重 头上不停地渗血 你赶紧走 我拦住她 女人没有任何犹豫 舒婉静直接冲向了铁栏炸 我不敢相信地看着她 猜不透 她为何要不顾一切地帮我 还不快走 我不会有事的 走啊 那女人对我狂吼 表情依旧凶狠泼辣 似乎比鬼还猛 弟弟 你别走 下来陪姐姐啊 徐欣的鬼叫再度响起 她已经杀过来了 我本能地往后退 随后心一横 冲进了狂风暴雨之中 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活着 绝不能死 跌跌撞撞不知道走了多久 只觉得已经走出了校园 校门口像是聚集了不少人 都穿着雨衣 有校领导 有校务处的 有保安 也有附近的村民 他们应该是来抗台风的 他们只要看到我 我应该就获救了 隔着雨幕 我大声呼喊 拼命挥手 我感觉自己 此刻已经彻底虚脱了 而且脚踝的伤越来越重 挪动一步 就是钻心般的剧痛 可没人发现我 仿佛我和他们 是两个世界的人士的 而就在我在往前挪步的刹那 只听见脚踝触下咔 得一声响 像是骨头裂开了似的 我惨叫一声 整个人顺势倒了下去 就在此时 一只有力的大手 一把抱住了我 我慌忙转头一看 差点喜极而泣 那不是别人 正是匆匆赶来的辅导员 辅导员 我叫了一声 内心五味杂陈 行了 什么也别说了 没事了 我带你去安全的地方 辅导员说着 搀扶着我 上了旁边一辆黑色的车 辅导员坐进了驾驶位 启动了车子 车子慢慢向前 我常常松了口气 这一夜仿佛做了一个噩梦 现在终于安全了 对了 先等等 我还有一个朋友 他现在很危险 一定要去救他 否则 我想起了那个女人 忙焦急地看向辅导员 他救了我 我不能丢下他不管 可话说到一半 我立马卡住了 随即我看到辅导员头发间 剩下的雨水慢慢变红 同时他的额头逐渐开裂 仿佛此刻 无形中一把电锯 正在切割他的天灵盖 我本能地就要去开车门 可车门已经被牢牢锁死 我拼命拍窗 试图向门口的人求救 可他们仅仅只是看了一眼车子 就在无任何回应 车子就这样 在校门口一个拐弯 再度驶向了南起 你 你 我惊恶地完全说不出话 辅导员竟然也已经死了 别说了 就差你一个了 辅导员机械地朝我看了一眼 此刻的他 就像是一具被人操控的行尸 狂风肆虐 暴雨如注 此刻 台风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 黑车带着我正一步步走向死亡深渊 再度被扔进南起 辅导员二话没说 直接将铁栅栏牢牢锁死 生路一锁 只剩死路 重新回到熟悉的寝室 我感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恐惧 我拼命想逃离 拼命求扶导员放了我 可他冷漠到极点 转头一脚 将我踢了进去 随即令人失息的一幕出现在眼前 李扬 董剑 张昌 都回来了 他们站在客厅 满头是血 那眼神如同要吃人般看着我 特别是李扬和董剑 他们仿佛成了两头吃人的野兽 而他们背后 徐欣阴冷地看着我 眼神充满了怨毒 我想求他放过我 好歹看在过去的情分上 但他压根就不想听我说话 一挥手 李扬 董剑 要杀我 也不给我一个痛快 为什么非得这么折磨我 可紧跟着我脑袋像是开裂了似的 简直痛到了极点 感觉自己是不是已经被徐欣活生生俱开了 然后下一秒 一连串记忆碎片疯狂涌入 那年在校学生会 我认识了徐欣 徐欣很漂亮 是学校公认的女神 她性格很高冷 但对我却很好 第一次见面忍不住摸了摸我的脑袋 因为我很像他死去的弟弟 寝室里李扬和董剑是出了名的色胚 两人一个劲地求我想认识一下徐欣 请他吃顿大餐 毕竟对他仰慕已久 我很看不上他们 心里很清楚 这俩损重安的什么心 可有一天死党张超找我 说他们想求徐欣办件事 毕竟他在学生会关系挺硬 所以想请他吃顿饭 同时还叫了辅导员一起 张超既然求我 我便答应了 然后去请徐欣 徐欣本来不愿意 但我死活求他 他说整个学校围堵我面子大 然后打扮一番就随我来了 徐欣不打扮就已经很惊艳了 打扮一番那绝对迷倒一大片男生 当时张超他们找了离学校 比较远的一个偏僻饭店 徐欣路上还说这地太偏有点不安全 我当时拍了拍胸脯说 姐你怕啥 真要有事我保护你呢 徐欣听完笑得特别开心 说真没白疼你这个弟弟 到了饭店 李扬 董剑 张超他们看到徐欣人都傻了 甚至连辅导员看徐欣的眼神都跟狼似的 随后几人开始推杯换盏 很快都喝得醉眼惺忪 甚至连酒都喝没了 辅导员让我再去拿一箱啤酒来 我屁颠屁颠地去了 但就在我拿着一箱啤酒回来时 我完全傻眼了 饭店的包厢内 韭菜打落一地 徐欣被辅导员按倒了 这帮禽兽 我发疯般地要冲过去阻止 但李扬 董剑 甚至连张超都冲了过来 他们围住我就打李扬 还抽出了一把锋利的手工刀 说我敢往外说半个字 立刻捅死 这孙子说 他高中就拿着捅过一个人 那人现在跟死了没区别 我看他的眼神 知道他说的真的 旁边董剑也拿了一把菜刀 甚至包括死党张超 也抢起了一柄斧子 三个人这一刻已经不是人了 就是三头恶狼 他们为了能享受到徐欣 已经没了人性 我害怕了 他看向我 想让我跑出去喊人 想让我报警 但我在关键时刻 惊悚得连屁都不敢放 而这些人玩了一次 竟还想玩第二次 徐欣崩溃了 他双眼赤红地 不停抓向这些施暴者 但这帮禽兽 在施暴中 竟意外掐死了他 临死时的徐欣 双眼暴突 七孔全是血 他歪着脑袋 就那样充满怨恨地看着我 那一刻 我的精神完全崩溃了 整个人昏死了过去 等我在醒来的时候 已经躺在了医院 我脑袋特别疼 记忆也突然变得模糊 很多事情 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医生说 我受了严重的刺激 得了选择性失忆症 那段时间 那几个禽兽轮番来看我 他们是来验证 我是不是真的得了失忆症 我记得临近暑假时 他们几个人 一直背着我在嘀嘀咕咕 有时候甚至还拉来了辅导员 他们每次都故意躲着我 不过我感觉他们 越来越不对劲 李扬最敏感 他总说他来了 他真的来了 你们别不信啊 暑假前一晚 李扬提一晚比先 我其实一开始是抗拒的 但他们像是商量好似的 一定要拉着我玩 我原本觉得 这种就是骗人的鬼把戏 可玩着玩着 比先真来了 一句你是怎么死的 瞬间蜡烛灭了 李扬吓得满头大汗 他要把下笔线送走 可怎么也送不走了 董剑和张超 骂骂咧咧地上了床 依旧没放在心上 我爬上床的时候 依稀看见李扬 从地上那块盖的布下面 抽出了一张纸条 上面好像写着一个女人的名字 他死死捏着那张纸条 似乎在那一刻 他已经预感到自己死气僵致 我完全想起来了 心瞬间痛到了极点 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此刻我没再反抗 反而主动迎接他们的拳打脚踢 我觉得我该死 即便不打死我 我也没脸活在这世上 我对不起徐欣 是我害了他 我只想我的死 能让受辱而死的徐欣 心里好过一些 别打了 一个声音突然打破了一切 随即一个身影不顾一切地 挡在了我面前 是他 是那个贵州女人 他静一而在 再而三地救我 此刻的他早已遍体鳞伤 显然他吃了不少苦 门已经开了 你快走 女人毫不犹豫 一个劲地将我往外面 我很诧异 这个萍水相逢的女人 这个我一直还挺厌恶的女人 为什么不顾自己安慰冒险救我 你三番五次地坏我的事 这次我绝不会再手软 徐欣终于出手了 请客间他伸出鬼爪 一把掐住了女人的脖子 他想要一点一点地掐死她 将自己承受的痛苦 转嫁到别人身上瞬间 女人整张脸都涨红了 嘴唇请客间发自 但她的眼神却依旧看向我 嘴里明显无法发出声音 但做出的嘴行就两个字 快走 此刻我没有后退半步 而是毫不犹豫地冲了过去 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我要赎罪 这一次 我必须像个男人一样面对一切 姐放了她 她是无辜的 杀我 我才该死 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徐欣 最后那四个字几乎是咬着牙喊的 徐欣回头看着我 眼里全是不屑地冷笑 不过她还是慢慢放开了贵州女人 随后朝我走来 手里则多了那把锋利的手工刀 我知道我的死期到了 出于生理的本能 我的肌肉忍不住发颤 呼吸不断地变粗 冷汗格的一下躺了下来 你为什么那么傻 为什么不走 贵州女人对我大吼 声音撕心裂肺 我一动不动 眼睛仍旧看着徐欣 眼泪水再度在眼眶里打滚 不知道是害怕还是愧疚 姐 动手吧 对不起 我让你失望了 徐欣看着我 突然两行睡泪滚落了下来 随即口中爆喝 对不起 你现在跟我说对不起 对不起有用吗 你这个王八蛋 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你该死 你就算死一千次一万次都不够 我知道 我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这世上没有后悔药 如果有 我宁愿当时死的人 是我杀了我 让我现在就死 我无法原谅我自己 我现在只想死 我跪倒在他面前 抱着脑袋 只感觉整个头都要炸了 徐欣 他虽有错 但罪不至死啊 现在所有罪魁祸首 都已经被你杀了 你的仇已经爆了 何必非要赶尽杀绝 饶他一命吧 我求你了 贵州女人说完扑通一声 也跪在了地上 饶他一命 这种懦弱悚 包就不配 活在这个世上 他该死 他该死 他就是该死 徐欣怒吼着 仿佛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手里的手工刀 猛地劈向了我的额头 不要 贵州女人疯狂地大叫 但似乎一切都为时已晚 我闭上了双眼 感觉自己真的要解脱了 刀子划过的瞬间 我竟舒坦地笑了 可下一秒 我却感觉不到任何的痛苦 只觉得头顶有什么东西 慢慢滑落了下来 是一大缕头发 与此同时 手工刀 硬生落地 背后 徐欣扑通一地跪倒在地 嚎啕大哭我惊愕地睁大双眼 徐欣没有杀我 他只削了我一缕头发 而切完这一刀后 他那张原本猙獰的脸 慢慢恢复成了人形 还是那么的甜美可人 姐 我看着他 心里说不出的酸楚 他没答话 我又忍不住喊了他一声 姐 我知道错了 我愿意下去陪你 姐 我大声叫着他 眼泪水如同开闸的洪水 根本止不住徐欣慢慢抬起头 他看着我 眼神充满柔和 他笑着摸了摸我的头 就像第一次见面那样 这世上只有不护姐姐的弟弟 没有不护弟弟的姐姐 了他说完这话 我趴在地上嚎啕大哭 脑袋不停地磕着地面 口中一个劲的高喊 对不起 对不起 傻瓜 你对不起几一次 姐也已经杀了你一回 我们俩扯平了 你不要再背着任何的负担和愧疚 好好活着 屁姐好好活着 将来和真正喜欢你的人在一起 幸福地过下去 徐欣扶起了我 又看了看旁边的贵中女人 拉过她的手 她很好 我走了 你和她在一起 我很放心 随后 徐欣将我俩的手放在了一起 一切都结束了 我要走了 徐欣说完 整个身躯缓缓飘了起来 我心里很清楚 她有始至终并不想杀我 姐 别走 姐 我连忙站了起来 我想拉住徐欣的手 但已经完全够不着了 答应姐 以后要做个男子汉 照顾好她 别让她受委屈 她值得你去爱 放心 姐不会走 你是我最疼爱的弟弟 姐永远都会在天上看着你 徐欣说完这话 整个人缓缓消散 与此同时 李扬 董剑 张超 包括辅导员都在眨眼间 化成了飞灰 雨过天晴 台风终于过境了 清晨的阳光照在地面上 空气显得格外清新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小田 你为什么要不顾一切 三番两次地救我 于我喜欢你 真的 发自真心地喜欢 我们贵州寨子里 凡事过了18岁的女孩子 都可以找自己心爱的男孩子婚嫁 我的姐妹都找到了 但没独我没有 寨子里的婆婆告诉我 我的心上人在这座城市 所以我才会毫不犹豫 跟着张超来这里 来到这里 我第一眼就相中你了 其实那晚我和张超是清白的 我只想跟喜欢的人在 起 小田说到这里 咽了口水 慢慢走向我 你你疯了 我现在就剩半条命了 你想谋害亲夫啊 姐 你看他啊 你让他照顾好我 别让我受委屈 你瞅他现在就开始欺负我了 你得替我做主啊 你你你 我气得差点没吐血 轰蒙一声响 惊朗的天空 莫名劈下了一道雷霆 我立马猛了 你看姐姐都站在我这边的 咱们还不去 小田说着立马拽着我就走 简直一秒钟都不耽误 我欲哭无泪 看着蔚蓝的天空 心想姐你这是还没真正消气啊